大家好,我是小程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长寿花花美艳丽 花友们在养护的过程中 都遇到不开花或开花少情况 那么怎样才能催花呢? 今天教大家两种醋花水 1.阿斯匹林含有水洋酸 可促进植物生长 帮助开花 应该怎么操作呢? 将一片阿斯匹林碾碎 对水稀释1000倍,浇根 避免浓度太高,伤根 半个月或者是一个月使用一次 2.桃米水中含有维生素、铁等成分 同样可促进植物生长 桃米水装瓶密封发酵两周 对水50倍浇根 每15-20天一次 两种醋花水一个月后满盆鲜花 赶快试试吧 好了,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欢迎分享更多养护知识 我们下期再见